因为容貌她找工作屡屡受挫 闺蜜给她出了个主意 现在很多女孩为了美丽都错整形 尝到甜头的她从此迷上了整容手术 她一会儿说要去攻凶 一会儿说去龙兵 最后她为何因为美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谁又该为她的死负责 迷上整容搭赏命 法律讲堂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2015年4月的一天 南方某市中心医院的门诊大厅里 医生和护士们都在进进出出的忙碌着 突然门外哀乐阵天哭声动地 一群身穿校服的人闯进来 他们轰赶开不明所以的医生和病人 占据了大厅的中央搭起了灵堂 紧接着为首的一名男子 掺进来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三个人一起扑倒在一名年轻女子的一向前 傍声痛哭 哭了一阵以后 这一名男子站起身 开始向周围的人诉说 他说自己叫小林 死者是跟自己刚领证不久的妻子张瑞雪 为了在婚礼上美美的做个新娘 来到这儿做西纸手术 却不明不白的死在了这里 今天他作为死者家属是来向医院讨还公道 随着小林的痛哭诉说 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 保安也无法维持秩序 一时间 医院的门诊大厅被围的水泄不通 人们议论纷纷 有人说 现在的医生是越来越不负责任 医德何在 而有人却在小声底部 这些人分明就是医闹 堵在这里 多影响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 正说着 警察赶到 驱散了人群 将小林一伙全部带到了排除所 警方将小林一伙人带走后 医院里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可是大家还是疑惑不解 小林他们究竟是死者的家属 还是专业医闹呢 张瑞雪的死 难道真是因为这医院的医生不负责任 造成的吗 在派出所里 警方核实了这伙人的身份 发现为首的小林和那两位老人 的确是死者张瑞雪的丈母 爷爷和奶奶 而剩下的人则是小林请来撑场面的朋友 难道张瑞雪的死真如小林所说的那样吗 警方调取了医院的接诊记录 上面清楚的写着 患者张瑞雪因吸止手术中出现心理衰竭入院 随后警方查看了医院的抢救记录和监控 发现一切都是规范有序的进行的 医院的负责人告诉警察 市中心医院根本就没有整形外科 不可能给张瑞雪做吸止手术 只是进行了抢救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也证实了这说法 警方将查明的结果告诉小林等人 并告知他们 其行为已经扰乱了医院正常的工作制式 因涉嫌俱重 对为首的小林处于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 对其他人拔款200元 面对事实 小林认罚 可是他却一脸茫然的问道 那我妻子张瑞雪的死到底谁来负责 他到底是在哪做的吸止手术呢 随后他向警方报案 请求民警查清张瑞雪的死因 警方立即对死者进行事件 根据警方调查 当天市中心医院的接诊记录上 是一个叫周平的人签字 这周平是谁 跟张瑞雪做吸止手术有没有关系呢 据了解 周平是本市一家整形医院的美容医学咨询师 警方立即赶到这家整形医院 调取了该院最近一年的手术记录 发现张瑞雪可是这儿的常客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他竟然在这里做了三次整形手术 可是却唯独没有找到张瑞雪做吸止手术的记录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警方传唤了周平 周平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中年女人 面对警察的询问 她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星期之前 被张瑞雪做咨询的记录 还向警方出示了一份先有张瑞雪名字的手术风险 知情同意书 周平说 张瑞雪的确是在这个医院做的吸止手术 至于为什么没有记录 那就是其他部门的问题了 对于张瑞雪的死 周平表示遗憾 但是她说 医院也是积极地采取了抢救措施 由于个体存在差异 张瑞雪的死就是个意外 看着周平一脸淡定的神情 这案子似乎是与她无关 难道真如周平所说 张瑞雪的死只是个意外吗 为了查清楚案件的事实真相 警方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继续疏离一支线索寻找突破口 另一路则不动声色地去走访 张瑞雪的亲戚朋友 张瑞雪的死让人感到痛惜 可是让人更好奇的是 这个张瑞雪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她为什么会在一年内做了多次整形手术 警方在找到张瑞雪的家人后 才了解到了她的情况 据张瑞雪的爷爷介绍 张瑞雪24岁 她中等个子 微胖身材 方形脸 浓眉大眼却是单眼皮 她鼻梁 大嘴巴 后嘴唇 这种长相 在普通人的眼中也就是个中下等 可是她的母亲 却是个十里八乡的俊俏媳妇 在张瑞雪六岁那年 她的父母一起去城里打工 可是她的母亲 却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父亲成年漂泊在外 边打工 边寻找自己的妻子 而张瑞雪 则跟着爷爷奶奶留守在家 由于常年见不到父母 张瑞雪变得封闭内向 好在她脑子好使 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几年后 她便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省里的名牌大学 在大学里 张瑞雪结识了自己的好同学 好闺蜜 圆圆 据圆圆介绍 张瑞雪在大学期间 也是经常埋头苦读 除了她圆圆之外 很少和别人交流 好在张瑞雪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她年年都能拿到奖学金 眼看就要毕业了 同学们都在做简历 跑招聘会找工作 张瑞雪也不例外 由于她学习成绩突出 但凡投出去的简历都会获得面试的机会 但每次面试后 招聘单位都只是说让她回去等消息 然后便没有下文了 看着同学们都一一落实了工作 张瑞雪显得十分着急 一次她参加完面试 人事经理找到她 私下跟她说 小张同学 我看了简历 觉得您很优秀 但是这个职位需要代表公司和客户进行沟通 因此领导希望能找一个面容交好的女孩 而我们公司现在急缺一名男生 如果你有男朋友 而你又不介意换一份内情工作的话 公司还是会考虑聘用你的 听了这话 张瑞雪真是又尴尬又无奈 只好写决 回到学校 张瑞雪沮丧极了 她跑去找圆圆兔苦水 抱怨 现在是个看脸的世界 即便有真才实学 也没有用武之地 可长相是爹妈给的 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没办法改变 只有任命的份 圆圆听了张瑞雪的抱怨 笑她是个老古董 告诉她 现在的美容业非常发达 只要你想变美 就都有办法 圆圆凑近张瑞雪说 现在很多女孩为了美丽都做过整形 你瞧 咱办那几个票了 都是 只要手术效果好 没人在意人造美女 圆圆还悄悄告诉张瑞雪 自己在去年寒假也做了龙鼻 还大方地让她摸鼻子验证 张瑞雪摸到圆圆的鼻梁 才恍然大悟 在圆圆的介绍下张瑞雪做了双眼皮手术 张瑞雪变漂亮后很快找到了男朋友 也迷上了整容 干脆去做个全联整形 改头换面 婚礼前夕 张瑞雪却在整形手术中突然死亡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迷上整容 搭上命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之后圆圆带着张瑞雪来到了这家整形医院 正是周平接待了她 周平在这家医院的咨询顾问部已经干了十年 非常老练 她第一次见到张瑞雪 只聊了几句 就立刻明白了小姑娘的心思 她领着圆圆和张瑞雪介绍起医院里的整形项目 你看 这个双眼皮手术会增强眼睛的立体感 不仅会让眼睛显大 还能让睫毛上翘 做了这个韩式半永久妆容后 眉毛眼线就不用天天化了 闻上唇 还会让你的嘴唇看上去更加性感 看到张瑞雪入了门 周平继续说 来来来 我带着你们看看咱们这家医院的资质和实力 说着便领着他们来到了前台 只见前台的那面墙上挂满了医院的各种执照 证书和锦旗 一边的柜子上放的全是奖杯 对面的墙上还挂着从业医生的介绍 看上去十分规范 圆圆指着其中一个医生的介绍对张瑞雪说 你看 那个就是给我做鼻子的韩医生 张瑞雪看了无助的点头 顺着这些宣传资料走下去 张瑞雪站在了一幅双眼皮手术的宣传画前 出神的望着 周平走过来着重介绍道 咱们家的双眼皮手术技术非常成熟 用埋线法通过缝合方式给你直接形成双眼皮 这种方法操作简单 创伤小 不留疤痕 胶肿快 没有任何风险 随后三个人坐下来闲聊 周平说 圆圆可是我们这儿的老顾客了 而瑞雪妹妹还是第一次来 这老顾客带新顾客 价格方便 咱们好商量 按照医院的规定 瑞雪妹妹如果还愿意配合我们 做个案例宣传 就能享受五折优惠 这样大的折扣 让原本顾虑重重的张瑞雪 当机决定 用埋线法做双眼皮 不到一个小时 她的手术就完成了 过了恢复期后 张瑞雪看着镜子中的那个双眼皮的 变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满意 甚至是惊讶 此时好友圆圆在为她化上妆 这张瑞雪可真算得上是眉清目秀了 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 再加上张瑞雪优秀的成绩单 她便如愿以偿的被家做广告传媒的外企录用了 刚刚入职外企的张瑞雪每天是早出晚为积极熟悉业务 于是她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试用期没过便被提前转正 做完双眼皮的张瑞雪不仅漂亮了 工作也进展得很顺利 然而就在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 一件令张瑞雪感到十分糟心的事却发生了 一天早上起床 她发现自己的眼睛一大一小 便立刻去瞧睡在另外一个房间的圆圆的门 圆圆仔细一看 张瑞雪右眼的双眼皮竟然消失了 这一下张瑞雪也顾不得上班了 她急忙跑到医院找周平算账 可这周平三言两语便安慰一下张瑞雪 告诉她 这用埋线法做的双眼皮虽然没什么风险 但是却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容易开线 这一开线 你那个眼睛就相当于没做了 又回去了 不过你放心 咱们医院刚刚引进了一套新设备 那个效果可是永久的 在宣传期间还有免费的试用名额 我可以帮你申请一个 只是要等到三个月后 设备运来调试好才行 张瑞雪听了 只好回家等待 失败的双眼皮手术 让张瑞雪的相貌变得奇怪 原本就对长相十分在意的她 该如何面对众人投来的异样目光 她还能踏实工作吗 原原告诉警方 那段时间张瑞雪非常焦虑 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找自己诉苦 说领导同事都歧视她长得丑 对她不公平 张瑞雪尤其提到了一个叫小梅的漂亮女同事 她觉得小梅每天只需要陪着领导 渐渐客户 应酬应酬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 却处处得到领导的赏识 连年终奖都拿得比她多 原原深知张瑞雪对自己的长相而自卑 敏感 反反复复的安慰也没有效果 所以只好让她先辞职 等双眼皮修复了 再另找工作 张瑞雪听从了原原的建议 整形医院的新设备终于调试好了 张瑞雪第一时间去做了无痕双眼皮手术 而她的自信心也在第一时间恢复了 她兴冲冲的跑去找原原报喜 而原原则向自己公司的领导推荐了张瑞雪 不久公司就安排了面试 而这次面试的结果可谓是皆大欢喜 原原的领导决定录用张瑞雪 新工作的工资也涨了一千元 张瑞雪整容后变得比以前漂亮了 也比以前更加自信了 在好友原原的帮助下 她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 而更让她感到幸福的是 在原原的撮合下 她与新同事小林谈起了恋爱 但这时 原原发现 张瑞雪开始迷恋整容了 她一会儿说要去封凶 一会儿说去龙鼻 一会儿说要去做个韩式半永久 一会儿又说 干脆去做个全连整形 改头换面 原原劝过张瑞雪好几次 还拿出整容失败的新闻告诫她 但没用 张瑞雪甚至因为原原这样的劝告而开始疏远她 原原都后悔当初带着她去整形医院了 而与此同时 原原还不无愤怒地提到 小林在张瑞雪迷恋整容这个问题上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于是警方又来询问小林 小林听后非常郁闷 她觉得是男人都爱美女 这完全正常 看着自己的女友通过整容变得越来越美 越来越有自信 难道她不该高兴吗 张瑞雪和小林的恋情发展迅速 很快便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 张瑞雪又开始觉得自己胖胖的身材不适合穿婚纱 于是她给自己制定了减肥计划 但节食运动虽然一时有效 一旦停止体重就立马反弹 一次次努力又一次次失败 让张瑞雪痛苦不堪 然而他们的婚期却渐渐临近 这一天小林陪着张瑞雪一起去试婚纱 穿上洁白的婚纱 与自己的爱人举行一场浪漫的婚礼 是每个女孩都梦寐以求的事 张瑞雪也不例外 前天晚上她甚至兴奋地睡不着觉 可是转过天来 当她从婚纱店的十一间出来 站在镜子前的时候 脸色却立马阴沉了下来 最后竟然匆匆脱掉婚纱 头也不回地走了 弄得小林和店员都莫名其妙 小林赶紧追上前去 询问是怎么回事 可这张瑞雪就是一眼不发 第二天张瑞雪就收拾行李 早早地离开了家 小林以为婚期临近 她这是回老家兼爷爷奶奶去了 但是几天后却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说张瑞雪死在了中西医院 眼看着要办喜事 却得到一个噩耗 而医院又敷衍了事 不肯给自己一个正式的说法 小林情急之下 请来了张瑞雪的爷爷奶奶 叫上了自己的几个弟兄 冲到医院 上演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警方对张瑞雪进行尸检 竟然与整容手术有关 死者张瑞雪 因全身大面积吸脂 导致脂肪酸色 后置心力衰竭而死 警方调查 发现张瑞雪不是死在医院 而是在居民小区里 某小区里的一户人家 一间卧室是做美容的 而另一间 却被布置成了手术台的模样 张瑞雪为什么会去那里 做西枝手术 周平是整形医院医生 却为何被判非法行医罪呢 迷上整容 搭上命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警方听完小林的陈述 也不无叹息 就在这时 张瑞雪的试检报告出来 上面显示 死者张瑞雪 因全身大面积吸纸 导致脂肪栓色 后置心力衰竭而死 看来张瑞雪的死 果然是做吸纸手术造成的 与此同时 警方的另一路调查 也取得了进展 通过询问市中心医院 当天的120救护车司机 和随车医生 警方来到了某小区里的一户人家 进去之后 只见这里被装修成美容院的样子 客厅里存放着各种美容器械和产品 一间卧室是做美容的 而另一间却被布置成了手术台的模样 这里干净无奇 好像是已经被人打扫过 如果不是救护车司机当场指认 谁也不会想到 这里还藏着一个美容院 那么这家美容院是谁的 有没有医疗美容的资质呢 随后警方查明 这里是周平的房产 是在两年前买下 现在这房子已经挂在中介那 准备出售了 得到这个消息 警方立即出动拘留周平 面对警方强有力的新证据 周平终于交代 这是一家他个人开办的美容院 从事生活美容和微整形 但资质还没办下来 所以用收费低廉来吸引顾客 这里的人员都是雇来的 医生则是请来的走学医生 本来也不能做包括全身吸止术 这样复杂的手术 但老顾客张日雪对其十分依赖 并且决心坚定 却又因为价格问题犹豫不决 于是周平偷偷把他约出来 向他推荐了这家自己开办的美容院 并承诺可以给他打七折 做吸止手术 这时警方问道 以周平十几年的行业从业经验 应该能够预料到此类手术的风险 却为何仍将张日雪 引到这样一个不具备手术条件的地方呢 面对警方的询问 周平解释道 正是因为自己从业多年 所以他认为只要设备齐全 请那些医疗美容机构的走学医生来做 就没有问题 况且周平看透了张日雪 对整形的依赖和急迫需求 所以他想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随后警方查出 周平的这家美容院 不但没有医疗美容的资质 连经营普通美容院的资格都没有 是一家名副其实的黑美容院 于是警方依法逮捕了周平 那几个走学医生也因涉嫌医疗事故罪 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那么周平涉嫌的是什么罪名呢 非法刑医罪 非法刑医罪是指 为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 擅自从事医疗活动 情急严重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336条第一款规定 为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 非法刑医 情急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病处或者单处罚金 严重损害救人人身体健康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造成救诊人死亡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 让张瑞雪命丧黄泉的西指数 属于整形外科手术的一种 能够做这种手术的医生 需要具有特殊的资质 不仅要有医师职业证 还要医疗美容 逐诊医师资格证 并应当经过正规的 整形外科住院医师的培训 而且至少要具备两年以上的 美容外科手术经验 或五年以上的美容外科工作经验 还要在符合卫生部门标准的 整形机构中从业才算合格 就算周平请来的走学医生 符合这些条件 但是他的这家美容院 却什么资质都没有 所以本案中 周平开办黑美容院 聘请走学医生 为张瑞雪做吸纸手术 最终导致张瑞雪死亡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 非法刑医罪 在警方的协调下 周平积极赔付受害者家属 共计56万元 最终法院判处周平 有期徒刑15年 并处罚金3万元 案子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林出来后 处理完张瑞雪的身后事 又替她还上了信用卡透支的债务 将赔偿款交到她爷爷奶奶手中 并购买了火车票 送二人回家 观众朋友们 这个案例告诫我们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爱美之路要慎重选择 不要像本案的张瑞雪那样 对外貌过分在乎 对整容过分依赖 从而倾信了那些不正规的美容机构 反而搭上性命 让人惋惜 经常有人说 现在是个看脸的社会 但真才实学 才是这个社会最为缺少的 不要因为容貌的差异而过于自卑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靠的是能力 能力的提升会弥补容貌的缺陷 还会让我们活得更踏实 更有自信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符号 再见 母亲和保姆外出旅游 她接到保姆电话 说母亲走丢了 导游就喊司机停车 把他们扔在了荒郊野外 寻找母亲无果 她却在半年后有了新的发现 笛老太名下的那张银行卡不见了 银行卡里边还有几十万元的存款 母亲的银行卡怎么会不见了 母亲又到底去哪了 找来的保姆害了娘 明日播出